国内证券交易所主计总处赵丰金彰化银行的网站在昨天陆续当机 背后是两大亲俄罗斯的骇客组织 不满总统赖清德在专访当中提及中俄领土问题发动网路攻击 还预告未来不仅锁定台湾政府网站 更会扩大到私人企业 对此行政院表达严厉谴责 强调资安国安单位都有掌握骇客勤资 联合防范 周四下午证交所官网怎么点都是无法连线大档机 追查发现有大量来自国外的IP 对全球资讯网发动无效查询导致服务不稳定 虽然紧急处置马上恢复正常 但这背后竟然是因为亲俄骇客组织 不满赖总统提及中俄领土问题发动攻击 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爱文条约所迁来的那些土地 没错 你清朝时期所签的爱文条约 你中国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啊 疑似不满中俄领土争议 被赖总统拿来反驳中国的对台主张 亲俄罗斯骇客组织No Name 057 12号开始对台湾的政府单位和各地税务局网站 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 12号甚至骇警证交所主计总处赵峰彰化银行 酿成官网一度大档机 同时另一个亲俄骇客组织也在社群媒体上扬言彼此要联手攻击 宣称发现台湾跟以色列有同盟关系 如果没看到台湾有和平行动将开始攻击银行跟私人企业 像这种大型的DDS的攻击 我也建议可以透过像公司联防 一旦发生类似这种大型的DDS攻击的时候 怎么透过洗流量的方式把类似这种DDS的这个损害程度降到最低 面对两大骇客组织攻击新政院发声明谴责 强调国安单位都有掌握骇客情资 数位部和各地方机关也都已经启动联防体系应变 维护整体资讯安全 介绍和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